东京METRO营作站有三条地铁交汇 分别是营作站、环枝内线和瑞比谷线 日前营作站重新改装 分别在三条线的烟票口 设置了以黄色、粉红色、水蓝色的灯灶柱子 各路线烟票口的天花板上 会投影地面上街区的画面 让游客不再困惑身处哪条路线 也容易掌握当下身处在营作的河方 希望能有效减少乘客因迷失方向 而走到错误出口的机会 营作线利用了新链的黄色 天花板以原型为主 柱子上细细的花纹 是营作线的代表英文字母G 丸之内线是浪漫的粉红色 天花板以三角形为主 柱子上采用了丸之内线代表的英文字母M 而日比古线是高贵的水蓝色 也有人说是银色 不过不管是水蓝色或是银色 这一个颜色就是特别的高贵 天花板是长方形 柱子是日比古线代表的英文字母H 营作线月台的墙壁上 则会有这一百年来营作街区的变迁 自本知名设计师吉刚得仁 为云作战打造了一幅巨大的水晶艺术品 他应用了经得几十件考验的水晶玻璃作为材料 以636颗水晶玻璃宽3.5公尺 长1.65公尺 命名光之洁晶的作品非常抢眼 作品期许世界团结迎向光明的未来 而这幅作品就在云作战V6出口附近 云作战的改装工程从2017年展开 据了解这次是自1964年东京奥运前 日比股线开通以来再次改装 下次踏撑地铁抵达营作战 或是在营作战换车时 不妨欣赏一下改装后的车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